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的手机有没有安装SD的记忆卡 要从手机的设定进来 在首页上面点手机的设定 进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储存空间 在储存空间里面可以看得到内部共用的储存空间 就是你手机本身的储存的位置 储存的空间多大 下方如果有SD卡 表示说你已经有外接 外装一个SD卡 如果你点选旁边的卸载的符号 三角形符号 它虽然是有放上去 可是会退出 会退出中 那就没有办法读取到SD卡里面的资料 我们等一下就要做挂载的动作 挂载的动作 已经退出了 待会我们就把它挂载 点它一下之后 我们点右下角的挂载 这样就连接上去了 一下 谢谢大家